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五间总结 我是郝英文 现在先和大家看看内地和本缸股市的收市情况 内地股市早段全线向下 上证综合指数跌6点报3455点 户深300跌31点报4240点 深正成分指数跌100点报10824点 创意版指数跌9点报1693点 恒指方面今天向下跌 跌578点报32022点 国企指数跌224点报13314点 大市成交972亿 这个环节请来Stanley做嘉宾 Stanley你好 看今天港股受着外围表现影响 今早最多跌了89点 看到31712点的低位 超过两个星期的低位 虽然中午收市前跌幅收窄 但跌500多点 市场现在担心联储局的加息步伐会加快 除此之外,美国债息都不断升 恐慌情绪蔓延到本港 总统不理因素是否对于本港的后市都很不理 首先说一下跌市 我想你今天的港股下跌 大家都应该是有些心理都要预了 包括我坐来都算是预了 但是你说是否要很恐慌去面对呢 我先说一下美股那边的行情 美股没错 美股上星期五的时间 跌了六八几点 亦有很多原因 刚刚Ricky也提及了 包括怕息率会上升 以及摘息依然有抽升的情况 而这件事最主要就是 因为当地的国际数据是比较理想 令大家对于通胀的忧虑加深了 这是有些年代性 但是问题是说 这一下的调整 大家应该有些都要预了 因为美股那边 大家经常都说 升了很多上来 那你又有一些叫回吐 其实很正常 但是问题是 如果看回跌幅 没错 看了点数的话 大家可能会比较很害怕 我看回历史的数据 其实美股在道指历史上 跌多个六八点的次数 真是寥寥可数 实际数据 但是如果你说 跌的百分比 其实今次是最低的 跌2.5% 为什么出现这个现象 最主要就是 不要忘记 道指已经升了很多上来 所以 如果按百分比去计算 今次的跌幅 其实真的不算很大 所以大家有没有需要那么害怕 你见报纸好像前几天的时间 什么黑色星期五 又什么 今天怕港股会跌很多 我觉得市场是有点异 是有点异 真的有点异 真的有点不成熟 兼有点恐慌了 港股这边 看到今天的时间 没错 第一下跌下去那一刻是厉害的 亦反映在外面的情况 加上一些恐慌的情绪 而且在今早早段的时间 美其 即是美国的道指期货 都跌200多点 但现在美其又跌少了 而且港股这边 因为内地的A股市场 做得相对比较硬朗 令到那些跌幅 反而跌得比较少 其实如果你看到港股的行情 一直以来 在这一段时间 外面的牛股市场是要关注的 我也不相信 外面跌很多 港股不跌 可以独善其身 这个机会是不高的 但问题是 不要忘记 港股这一轮的升势 升上来这一下 除了受到外围的因素 即经济影响支持住之外 都要留意的是 北水和A股的重要性 所以你看到港股 今天跌幅方面 暂时来说 跌得不算很多 最主要是因为A股 暂时跌得不算多 我相信有些叫北水 也可能不排除 可以减少一些个别的股份 因为你看到现在 很多个别的来显板块 也好 那些个别的蓝彩也好 这些都不用跌 反映了一个现象 如果我自己的话 我觉得这一转的市场是调整 你说是否真的一个大跌市的来临 我觉得还要观望 因为一两天的下跌 其实是很难界定 是否已经是住了一世 但如果以历史的数据来看 很有趣的 美股通常经历大跌之后 第二个加日的时间 它回升的机会 其实是比较高的 甚至乎在打后那个星期的时间 出现反映的机会 其实也有六七成以上 所以你说是否真的美股那边 真的会再大跌下去 我自己觉得是要再观望 所以就跟大家说 跌市这一下 就是这一下调整 你如早会出现这个状况 但是是否需要很担心很害怕 就是很简单 假设你年初拿着货 你可能是赚 如果跟市场同步的话 你赚一成了 那根本的大跌 跌下去这一下 其实你不要亏损 你只不过赚少一点 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意味着 其实你只要不是高级追货 其实你不需要担心 那你便可能会多 大概是3-5%不乏 假设你之后的时间 再跌了3-5%的时间 你变成了利润下的只赚 最多是赚少一点 所以大家真的不需要太担心 而且市场现在究竟是 有机会再跌 再反弹 那我会建议 再看一两天的时间 才再做这个决定 所以暂时建议 我都是策略上面 都是没有正观其变 没有货的话 其实你说今天早上的时间 我会觉得可以直播即时的反弹 因为跌八百多点 我觉得真的跌了 但是相反 有货的话 是不是要急着去沽货 我自己也坦白说 我自己没有沽过 这些货价仍然是差的 我又不要担心 所以除非打后 只有这几天的时间 最后可能是很大的一个下跌 如果不是的话 其实大家身体不需要太害怕 好 另外我们也谈谈个别股份 首先也谈谈瑞星 今天逆市升了百分之二 主因高盛出了一个报告 说看好瑞星 是确信买入的名单 将对它未来十二个月的目标 由原来的97元 大升到198元 相信瑞星未来可以借着 升学和镜头产品的升级 令到销售和盈利增长超过三成 看回同类型的信义 今天走势都是跟着大肆向下 都是向下跌 未来的瑞星的表现 是否都可以跑赢同业 两看 因为今天最主要是高盛的研究报告 其实它不单单说瑞星 它也有说这个信义 因为两个公司都有提高的 都是看好的 而瑞星今天就比较能力 就是一些能够叫做逆市 在下跌了之后 有个比较明显的反弹 都升得不错 你说大肯其实高盛报告里面说的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新意 其实是没有的 反而要留意的是 本身这个版块 只要你的技术上做得比较高 按道理又不需要太担心 当然两者有些不同 就是瑞星本身的研发能力 其实都是不容置疑的 都是比较好的 甚至乎大肯有估计 它可能有些技术 可能融在Andron 身上 都不排除这个可能性 但两间公司被我选 可能我都会选回信义 因为第一 你可以说信义本身的技术 在镜头方面的技术 是做得比较好的 做得比较理想 而且我也认为 在下跌的时间 有很多利好的因素 都会支持高的股价表现 特别是在盈利增速方面 我相信它比较税升为高 当然它的估值上 亦相对比较税升 亦是贵的 但问题是 如果未来的发展大趋势 镜头的职密度 都不容置疑 将会越来越厉害 所以你问我自己 对于两间公司的看法 如果以将来的发展上去看 两间公司 我觉得一定是增长潜力 但相比之下 信誉的情况 比较理想 所以如果你问我选择哪一只 我都会选择一只顺乳 不过就是那一句 似乎现在大市 本身流比较上 波动比较大 而且刚刚都分析过 似乎都还观察了一两天的时间 才可以看看 究竟是否真的 是指市的方向 才可以确定 所以有货的话 会见到大家先拿着货 未有货的话 又不需要急去部署 可以再观望一下 即是否要再调低一点 股价就可以入市 最主要就是看看 现在市场 是否真的跌了 因为假设大市 可能未来这段时间 都有震荡 甚至乎真的可能跌 那个叫做跌势 那个跌的时间 可能被预期中为早 可能大市 真的有机会 可能会跌得比较深 那时候真的可能 要先沽货 但现在暂时来说 都可以说 比较 我觉得 都可以先沽慢 如果有货的话 先拿着 不担心 好 谢谢Stanley的分析 新博番有没有持有上述提供股分 持有信誉 谢谢 这节目就差不多 一会有其他直播节目 一会见 谢谢 谢谢 谢谢